看看新闻网 王柯破产的新闻 当时王柯因为拖欠中国农业银行的8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 而被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告上过法庭 而此前北京市西城法院已经审理了王柯备诉 返还劳斯莱斯轿车 拖欠60万元购房款等无级经济官司 一切迹象都指明 这位有着京城四少之称的金融从业者早已风光不在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刘涛却始终不愿就丈夫破产的话题做出正面回应 然而这回他却在新系贤妻上映的档口 用洋洋洒洒三千次的篇幅 将一万网友详细描述了丈夫 在破产之后如何依赖药物 甚至是大小便失禁的细节 你有之前跟他沟通过 你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 一定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我自己记录了我的人生的那段经历 很宝贵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给关注我的人一些振能量 一些真善美的东西 特别是在挣扎中的那些人 截止到目前 刘涛这一微博的转发量已突破了三万大关 而评论数更是逼近十万 而在资深余评人曹俊看来 刘涛这篇备受关注的长微博 其实字字句句都是经过深思熟悉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我宣传 他说的这个内容 是根据他的电视剧的宣传的角度 非常精细的刻画过 而且他的老公在这个方面非常配合 不惜拿自己以前的这些 大家都觉得见不得人的这些家里的一些丑事 拿出来晒一下 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我觉得刘涛现在这个事情 已经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了 而且你看到没有 他的这个故事虽然是报家仇 但是他把自己塑造的非常正面 曹俊指出 如今娱乐圈中自爆隐私 拿情感话题做文章 已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宣传模式 就拿去年搭着荧幕的太炯为例 改篇宣传之初 曾一度把炒作的焦点 放到了影片导演徐征的身上 不少媒体援引了一组来路不明的徐征偷拍照 并揣测徐徐征背着妻子小桃红有了婚外情 但熟悉徐征的人都知道 他私生活前点和太太更是情笔尖尖 可是迫于新片宣传的压力 徐征夫妇也只好加入到了这场炒作的游戏之中 实施证明 这场拙劣的炒作戏码 并没有给太炯的成功添砖加瓦 最终让太炯收获12亿超高票房的 还是扎实的剧本 以及徐征黄博和王宝强三位主角的出色演技 而资深余评人曹俊 在接受娱乐青天地记者采访时就指出 如果相关从业人员 还是一味的把宣传的利己 全都用在明星八卦和隐私上 那么未来普罗大众的口味就会越来越重 娱乐新闻难免沦为恶意炒作的狗血平台 那么是不是以后所有的娱乐新闻 都要朝这样一个洒狗血的桥段去做呢 其实这种倾向的话是 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倾向 娱乐青天立马重生逢源 上海采访报道